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做的什么 是我们单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吧 单变量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统计 就是可以观察一下 球员的分布 球员的年龄啊 身高啊 体重啊 以及它打的位置 或者说不同位置得到的一个红牌数量 这些我们都 就是红牌数量都可以进行一个统计的分析吧 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的分析 就是单变量分析完了 我们要分析多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了 比如说身高和体重之间的 一个关系 然后呢 你这个身高和肤色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也可以做这些多变量之间的一个 多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了 你要做多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这里给大家 就是也是推荐一个工具吧 很简单啊 就是大家也可以发现了 在咱们整个的代码的量当中啊 我们的一个数据量是很少的吧 就是说 就是不是数据量很少 就是我们代码量是很少的吧 我们的画图 每项每项就是一些其他的教程吧 给你整了那么一个大复杂的一个函数 那么那个复杂函数啊 其实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所以说 这里啊 都是给大家怎么简单就怎么来了 在Pandas的图子当中啊 我们有一个这个Skater的一个matrix 就是说 可以用这个Skater的一个matrix啊 帮咱们去画这样的一个图 这个图啊 我们就可以统计的是多变量之间的一个关系了 首先呢 用这个Metplot啊 指定好啊 咱们的一个画图的一个大小 实称实的 然后呢 你要统计多变量的关系啊 是不是两两之间的关系啊 比如说 我现在想统计身高和体重 身高和肤色 那么体重 体重和身高 体重和肤色啊 肤色和身高体重 统计啊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是不是得把它们的值拿出来啊 所以说啊 在我们的一个Skater的一个matrix里边 把我们的DataFrame定位到啊 我们的当前的这几个指标 定位到几个指标当中啊 后面有个参数 比如说 你要用柱形图去画 然后呢 并且啊 你指定咱们的这个 Alpha值等于0.2 就是说 你的一个透明程度啊 是等于多大的 如果说你这个Alpha值啊 指定的一个太大了 那你这个东西啊 可能这些点显得太混乱了 咱们就可以指定 这样一个透明的程度 那下面就是一个结果呗 在这个结果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对角线是什么意思啊 对角线我们来看 左边的第一个图啊 左边的是一个身高 下面呢 是身高 对角线的这个 是一个体重 下面是一个体重 那所以说啊 它对角线上的都是自身的吧 那既然啊 你对角线上是一个自身的 咱们刚才不是指定了 自身 它就让它用一个 调性图去画吗 所以说啊 自身我就是画了一下 哎呀 它的一个调性图 分布的一个规则 比如说 Hite身高里边 我们来看 这是1米6 1米7 1米8 一直到2米 它的一个人数 分布的一个情况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那不等于中间 这些对角线上呢 比如说 这块啊 有一个体重 然后呢 这块有个身高 这里啊 我们就看了一下 当前啊 这两个值是什么 它这个三点图吧 三点图啊 就是说我身高啊 就是一个人 就是每一个点啊 表示一个球员嘛 一个球员是一个点 我们这里就看了一下 我的一个身高啊 和我的一个体重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关系什么啊 我们来看 它这个正相关的吧 因为呢 它是成了一条 这样的一条线 就是大概啊 是Y等于X的一条线 那这条线 是不是说 你的一个身高越大 你体重相对来说 也可能会越大呀 这个三点图啊 就是描述着啊 咱们的一个身高啊 和体重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 身高啊 跟你肤色之间 有明显的关系吗 这一回在这个图当中啊 就是左下角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边啊 没有一些什么明显的关系吧 身高和体重 没出现出 没呈现出来一个正相关 或者是一个负相关吧 呈现出来一些横条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个身高啊 和肤色基本上没关系吧 你肤色等于什么的 你这个身高 我们来看都是一条条吧 身高 肤色等于什么的 你这个这个身高啊 它都是有什么都有吧 没呈现出来一条斜线 所以说 我们说啊 这个身高和肤色之间啊 它的一个影响不是很大 基本上是没什么影响的 体重跟肤色呢 你一个黑种人就胖 白种人就 白种人就瘦 没有这个关系吧 所以说啊 它也没呈现出来这个关系 在这个图当中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 我们不同的统计属性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长什么样子的 有关系的是身高和体重 它俩之间啊 呈现出来一种正相关 然后呢 身高啊 和肤色 以及啊 肤色和我的体重之间啊 是没有关系的吧 这里啊 只是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 这三个指标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到时候大家一个真正数据来之后啊 有很多指标吧 这么多指标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画的更大一些 更大图当中啊 两两个去对比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也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构啊 咱们的一个不同特征之间啊 它的一个关系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下面啊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图画的更明显一些 就是说 在这里啊 就是有些分布嘛 我找的一个平均的位置 然后画出来这样一条线 画出来这样一条线之后啊 这个图就更明显了吧 你的一个体重和你的一个身高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一回就明显得多了吧 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咱们当前这个身高啊 还有体重 它的一个关系是长什么样子的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啊 就是用C本直接把这个图啊 画出来还是蛮简单的 然后呢 下面啊 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是 比如说现在这个体重啊 还有现在这个身高 它都是一些离散值吧 比如身高啊 从这个1米6到2米之间 任何一个数值都可以的吧 那体重来说啊 也是一致的 那这回比如说我要分析的时候啊 更多情况下就是 一个人啊 一个身高的具体值 对我来说 好像分析不出来太多东西 但是呢 我可以给它划分出来几个指标吧 比如说 划分成这样一个beens 划分成这样一个beens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你的一个身高 是从1米6到2米之间 那我分成一个段 1米6到1米7 1米7到1米8 1米8到1米9 1米9到2米 划分成几个段 然后给它辐射成是偏矮 然后呃 就叫偏矮 矮 然后中等偏高 高啊 可以分成这样几个类别吧 这个也是我们通常常用的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啊 也是经常去分析的是 嗯 不同的一个区间上的值 因为连续值啊 我们不太好掌控 但是呢 我们把这样一个连续值啊 转换成这样一个beens 就beens就是说 我切成一个个小块 切分成这样一个小块之后啊 我们再进行一个统计和分析的时候啊 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啊 当前这个人 他是偏矮还是偏高啊 咱们可以把这些指标 都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来 怎么做呢 很简单啊 先把你的一个就是 先把你要去处 你要就是你就是 你需要指定好的就是 你要把你的一个区间切成几份 比如说 现在我定义了一个weight 就是咱们的一个体重吧 体重啊 我定义了几个类别啊 就是一个高 就是一个瘦啊 还是一个胖 就是一个low啊 还是一个high 所以说呢 定义了五个级别 在定义五个级别之后啊 我是不是说 要把它平均的进行一个切分啊 在这里 我们用pandas的一个qcut 这个qcut啊 就是需要三个参数 就是正常一般都两个参数就够了 qcut里边 我需要第一个参数 就是切分什么东西 第二呢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啊 切分成几份 现在啊 就是说我没有指定吧 我没有指定一个 1米6到1米7是一个区间 1米7到1米8这个区间 但是我现在有200个人 那我就想把这200个人 然后切成五份 每份有40个人 那每份的一个区间什么样 你自己去给我选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qcut的 它会啊帮我们自动切成几等份 几等份呢 我们求了一个浪值 刚才写了五个类别吧 所以说它会切成五等份 切成五等份当中啊 那比如说200个人 那切成五等份 前40个进第一个类别 中间这40个进第二个 这是进第三个 进第四个 进第五个 它会啊帮我们进行一个等分的 这个qcut的 然后呢 切完之后啊 它是属于什么类别 我们就把这个类别按顺序 再把这个东西啊 传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现在啊 我们用这个players 指定了一个weight class吧 相当于是 指定好了 每个人的一个 体重的一个级别 是等于什么的 然后呢 我给他点height的一下 点height的一下啊 之后啊 我就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我就有咱们的一个weight class了 然后当前的这个运动员 他的一个体重 他的一个级别是等于什么的 这回我们就一目了然了嘛 看这样一个64啊 85啊 还有什么什么100啊 就是这个看这些体重啊 看不出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 就是正常情况下 一个运动员 他是一个高野胖 说什么情况的 那我自动去切呗 指定我指标 你给我切成五等份 这样我就一目了然了呀 这个运动员在整体当中 注意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切分完啊 是看这个人 并不是说我自己指定了一种平衡标准 而是说看他在整体当中是偏哪部分 比如说他也整体当中啊 是偏瘦的 那他就会到偏瘦这里 整体当中是偏中等的到中等那里 整体当中啊是偏胖的到偏胖那里 也是啊 推荐大家用这种方法 就是不推荐大家自己去指定一个区间 因为你自己指定区间啊 首先你不知道这个区间哪有多少值 你也不知道你指定这个区间合不合适吧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 嗯 指标从哪来 从数据本身去来嘛 数据本身当中啊 呈现出来什么样的分布规则 平均分吧 平均分完之后 在各自往里去落 那我得出来这个指标 这是比较科学的吧 因为这个数据 它就呈现出来这种情况啊 在我这批运动员当中啊 我就想看跟数据之间的一个联系 那对于我的一个深高来说呀 也是可以做这样一个事吧 还是啊写好你的几种身高的标准 QCUT一下 QCUT完之后啊 他是不是就得出来了 当前的一个人 他的一个属于哪个级别呢 然后呢 我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程度啊 那现在比如说 我就想把我的一个人啊 分成三种人 黑人 黄人 白人 那是不是也可以进行这样一个QCUT呀 在这里啊 就是其实啊 这个 这个就是我先可以增这样一个平均的分 那进行这样一个平均的分啊 其实有一点不妥啊 就是说你平均分的时候啊 你只能 你只能得出来 就是 他是等于就是 大概啊 是落在哪个区间上 但是落在这个区间上的 并不一定就是黄人吧 所以说有些统计指标来说呀 你光根据这样一个均等分 还不太科学 你得需要啊 就是 根据你数据在统计的 就是你在收集数据的时候啊 最好就是收集数据的时候 能有一些指标 比如说 哎呀 当时我们看这个照片的时候 就认为小0.25的 他大概是一个黑人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打分了 最好有个收集收集的指标 这个指标是最科学的 咱们现在啊 做统计的指标 多少啊 都会有一些误差的 那现在啊 我又把我的一个皮肤的一个颜色的打分 分成了三个类别 然后呢 折完之后啊 现在啊 是不是说 哎呀 我终于把我的一个 所有的一个指标都整完了 咱们身高有身高指标 体重体重的指标 还有你的一个颜色 他就是你肤色 有肤色的一个指标啊 然后把这些东西啊 统计完之后 我再传到我的DataFrame当中 相当于啊 在我的DataFrame当中啊 又多了几个指标 一会儿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指标啊 帮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了